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傑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逆後復償後 雖然復甦力度不是預期般般設議 但各行業都說請不到人 人才方面不足夠 昨天公佈了最新的失業率 2.9% 未升0.1% 隔了16個月以來首次出現回升 略為高於市場預期 我們請這位嘉賓和我們聊 鄭毅之顧問董事總經理周耳平和我們聊 早安 周耳平 早安 早安 看到市價16個月以來首次回升 都比市場預期高了 失業率達到2.9% 未升0.1% 怎樣看現在失業狀況呢 這個上升是有點意料之外 還有我們看到其實上升的幅度 你是看它好笑 季度性是一個0.1% 但是實質上 那個情況都是比較高一些的 因為我們見到就是那個勞動人口 其實有下降 即是跌了就是5,100人的 所以勞動人口下跌之下 那個失業率仍然是上升 即是說那個上升的情況 就都有一個壓力在 還有推算出來 單個月的失業率 即是10月份的失業率 其實就是已經上升了3.2%了 所以那個幅度上 比起9月份單月2.6% 那個上升的幅度其實都是挺大的 不過10月份始終都是一個比較淡季 所以就是有一個上升 那就都不出奇的 加上我們那個經濟上面 那個復甦力就不是很大 但是往後的日子特別是 我們有這個節日性的季度 譬如說聖誕、新年、農曆新年都來著 那時候就應該那個吸納量 就會比較好一些 所以失業率應該都是很高的 就是2.8%、2.9%這些徘徊 那麼低於3% 經濟學都要自然失業率 總是有人要換工、轉工 這樣不會零的 失業率 這樣的情況下 那些就業不足的情況 都好像很低 是嗎?鍾義平 就業不足都是百分之一 這樣 而且都是維持 所以這個情況來說 就是無論就業不足 又或者是失業率 其實沒錯的 都是屬於我們全民就業的一個情況 所以就是對於人力上的需求 勞工處也有說 就是緊絕的 就是我們這一段時間來講 有沒有說哪個行業的失業率方面 是稍為嚴重一些 以及人手不足的 失業率比較嚴重一些的話 就是這個製造業 新出口貿易 因為始終就是歐美國需求下降 所以這些就是 那個情況相對來說 是比較嚴重一些的 以及因為利率是高企 所以房地產 又或者是這個投資 融資金融上面那些 就是那個的失業率 就是比較高一些的 如果你說人手緊絕上面 人手緊絕上面 就是因為始終我們都復償 所以本地的消費 其實就是有增長在那裡的 也都支持我們的經濟 所以零售、飲食、酒店、旅遊、航空 這些都是人手需求比較大的 還有銀行業、保險業、會計 都需求大的 另外一直以來 我們都說需求大的 就是這個醫療 還有這個科技方面 特別是資訊科技 都是一個大的需求在那裡的 我們經常說 就是失業方面 就是現在都處於一個低位 但是政府已經開始說 輸入一些外勞 其實你看這方面 有沒有什麼影響的呢 輸入外勞上面 就對於我們的勞動力去補充 但是你看到 其實這次季度盛的反應 我們那個勞動力其實還下跌了 下跌了5,100人 所以你看到 無論你說高財通 或者輸入外勞 都未對我們的勞動力有所增加的 暫時未見到成效的 但是中長期來說 無論你說高財通 又或者輸入外勞 對我們本地的經濟上面的發展 都是必須的 因為就是兩個情況引致到 我們那個人力的提供就是下滑的 一個就是說我們中長期 因為我們人口老化 我們那個人力的提供去到2018年 已經去到一個頂點了 之後就是回落的 因為應而調出生的人 就是60後那些 他們都是踏入這個退休的年齡 所以使得我們那個勞動人口 是會是持續地下跌的 另外那個問題大家都知道 就是因為移民的問題 那移民的問題已經引致到 我們失去了十幾二十萬那個勞動力 還有即使我們說在外面搶人材 但是也不代表我們那個移民是停止的 只不過就是那個移民的情況會逐步減少 但是兩方面那個因素之下都使得 就是說我們都是缺人手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就無論你說高財通 又或者是這個輸入外勞 或者是其他那些計劃 我們都是必須進行的 但是外勞那個人力呢 能不能填補到現在我們說 勞動力流失的那麽大的數字呢 即那個數量是否應該適時做要檢討呢 在明年初 檢討是必須的了 我覺得在任何計劃上面來說 都應該是做一個季度性上面的檢討 因為我們缺乏人手的情況其實是嚴重的 還有人手對於人力資源對於香港來說是異常重要的 因為香港是一個服務型的社會 自然你就是用人力資源去提供的了 所以要維持香港的經濟的發展 就這一個是需要很緊密的 去看一下那個成效是怎樣的 那當然啦 某些事你都要看一下一步一步來的 那就是說輸入外勞那些的數字 就會比較實在一些 但是高財通那些的數字來講 因為你看到申請的數字的反應是很好 有五萬多 但是問題是 因為那是一個通行證 那究竟裡面有多少水份呢 有多少人真的會來到這裡落戶 而且找到工作成為我們的勞動人口呢 那個比例上是怎樣呢 應該要超過一半才叫做有所成效 另外林鄭年尾看看薪酬趨勢的情況 那今年的薪酬趨勢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薪酬上的那個趨勢 就是仍然都是有人公街的 都是樂觀的 那因為主要都是因為我們那個缺份勞動力 那大家都知道 而且又復償 那所以打工仔是有一定的期望的 那還有就是在人手緊張之下 就是你不加是不行的 不加到一個理想的數字也是不行的 雖然呢是僱主其實是有點守緊的 因為那個經濟狀況都不是叫做理想 那那所以僱主是屬於守緊 那所以應該要加一個全粗其心多 那大概加個幅度也完全都是4% 那麼4%都是比較好的一個數字 以往來說就是在疫情之前 你自己看請人和擴充的步伐又是怎樣 擴充的步伐有少少緩慢 因為始終是復償之後 但復甦的力度不是很大 你又見到外圍上不理想 因為地緣政治又增加激烈一些 中國的經濟又放緩 在這些情況影響之下 使得僱主都比較審慎一些 所以擴充的速度不是很大 而且成本上都是持得比較緊一些 所以就變成了 跟求職者有薪酬上的比較大規模 因為求職者覺得已經復償 缺人 這麼多人移民 所以他們會要求高一些 通常要求起碼百分之十到三成 他們才會轉工 所以在這個分差之下 就是比較拉腳 那這個狀況 港府都調節整體經濟增長的預測 調低了 來年都可能是否繼續經濟增長 香港都是一般的 打工仔有什麼部署呢 是否先打好自己的工作 其實打工仔在目前失業率這麼低的情況下 差不多是全民就業 其實就是可以用盡一些的 因為始終都是人手缺乏 還有打工仔老實說 現今有幾年疫情之下 還有之前社會運動 有很多是幾年沒有轉過工 所以也是心有之養 這個也是屬於正常的常態 或者在他來說 都是一個適合的時間去做一個轉換 這個都是在事業發展上面 或者他的鋪排上面 都是順理成章的 所以在這樣職場的市況之下 和他自己的職業發展上面的需要 其實在農曆新年之後 我相信都是會有一個轉工潮的 所以在那個情況 都比較穩陣的 譬如他轉工 即使轉了過去 他自己覺得不理想 不適合的話 再找另外一份工 都不是很困難的 因為始終缺人 所以都是 正確的時候做這一方面的部署 都不需要太過審慎的 當然當然 這是要看行業的 如果你自己本身的行業的狀況 不是太理想 那你就穩定一點 看定些的情況 然後才再作打算 那看一看這個行業 旅遊業方面 臨近年尾 其實旅遊業都在疫後復常之後 尤其是外遊方面 復蘇的步伐都很快 那你自己看旅遊方面的情況是怎樣 旅遊方面是理想的 無論外遊 你知道 就是香港人 報復式外遊 是的 那就已經報復的了 另外就是說 外面的遊客來香港 也是存在同樣的狀況 這是支撐我們的經濟的 所以旅遊業其實就是屬於 比較理想的一個行業來的 裡面是活躍 充飾著有很多空間 所以如果是從事這個行業來說 就可以大膽一點 譬如說要轉工 或者要做什麼部署 都可以做的 好 今早我們跟周二平談到這裡 謝謝你的分析